今天与阿罕布拉市警察出巡单元 要继续了解警察工作 以及与警察打交道注意事项 与阿市警局的警察一起接巡 遇到的状况五花八门 在经历多项查记工作和报案处理后 我们接获命令回到警局总部时 赫然发现地上也好 警方乡行车上也好 竟然有一大堆的枪支 警方是忙着清点登记 这个应该看起来都是步枪 对 步枪 OK 哪边还有 今天在我们室里面 有一个房子里面有一个人是死了 哪个情况是什么情况 是有没有可疑的吗 还在调查中 但是房子里面有很多几个枪 我们不知道是谁 不知道合法不合法 因为房子里面没有人去看管 所以我们把这些枪都带回来 然后我们要做这个调查 阿市警局不但有自己的勤务调度中心 更有热心市民加入疫警行列 协助维护治安 另外阿市警局更是全美第一个开通中文微博的警局 他们主要可以得到一些在本地发生的一些景况 还有一些交通情况 比如说预先提告有设那个酒驾的检查站 还有任何的就相关于在美国生活的 比如说他要驾照使用情况 或者是在美国一些打912的注意方式 就是相关于警察局的所提供的服务的方方面面 我们在微博上都可以获得这个信息 他们还可以提出问题 不算文职人员目前阿市警局约有85名可配枪直勤的远警 警局不但有重机车接巡 每天任何时段有6到10辆的警车 在街头进行巡逻部署 遇到状况随时增加 我们也在换班巡逻时看到远警检查武器装备 加满油料动作一致相当精实 在一切检查妥当后 我们也再一次展开街巡 那你说这时候商场人多 所以来这边能够确保一些问题 随后我们接到情务中心通报 说有人看到一名女子在街上追着一名男子奔跑 我们也前往查看 这时会说中文的急警官接到要求赶往一处地点帮忙一名报案人进行翻译 你在LA那个市场的时候是保安对你不礼貌是吧 对 因为我付的钱 这一个女的在洛杉矶那边不是在我们城市里面 在洛杉矶那边她买了东西 出门口的时候那个保安人员把她拦住 就把她的东西说她是偷的 她把那个收据给她看 她还是不相信把她的收据拿掉 然后把她东西都倒在地上 她就觉得很受了冤气 她就不懂在美国是你在哪一个地区发生的罪案 是归哪一个地区管的 她这个是洛杉矶那边的 洛杉矶城市那边的 不是我们阿尔汉堡城市里面发生 所以我们不能够做案 她想我们被一个案 是因为你不是发生在我们地区 所以民众在这边应该可以学到一个教训 就是说如果不幸在哪边发生一些案件 要向当地的主张报案是吗 对 是一定要在一个地区 否则的话我们这样没有 差不多一直忙到九点多 我们才有机会用餐 警官说很幸运 这天是案件相对平静的一天 我们也特别到帮派相对活跃的地区 查看一番 同样是状况良好 在我们准备回警局时 这是一辆没有牌照的车辆引起注意 夜幕低垂在结束巡逻请务前 其警官也对华裔民众有所提醒 美国的警察都是以服务的性质的 不是一定要这样发生才需要报警的 进到警察你不要去紧张 你只有跟警察解释就好 如果你不会中文的话 你可以跟他讲Chinese Chinese 他可以给你找翻译 有时候如果我在上班 他们找我过去 没有的话 可能在电话上找那个AT&T的那个operator 而且有个警察叫你要做些什么事情 你又配合 你不要去反抗 因为你知道你自己是好人 警察不知道你是不是好人 有时候警察叫你停下来 不要你会觉得我没做 发生那些事情 那个人的掌扇跟你差不多 你不知道 所以警察叫你做什么 你要配合就好了 就这一天 个人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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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